属虎人的婚姻,在生肖学来说,就是一场浪漫与绝断的交响曲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生肖不仅是岁月流转的标记,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格特质。 属虎的人,作为十二生效忠的一员,其独特的性格特质在婚姻关系中尤为显著,他们既拥有浪漫的情怀,又具备决断的勇气使得属虎人的婚姻,如同一场充满激情与冒险的交响曲。 一,属虎女人的婚姻,浪漫与领导的双重角色,属虎的女人,他们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和期待。 他们喜欢浪漫的恋爱,追求如小说般罗曼蒂克的爱情,将每一次的恋爱经历都深深刻在心中,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。 然而,这种浪漫的天性,也使得他们在婚姻中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和独占欲。 在婚姻生活中,属虎的女人希望与丈夫共同创造有趣、浪漫的生活。 他们不喜欢单调乏味的家庭生活,而是希望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和激情。 同时,属虎的女人也是一个刚强主义者,他们喜欢在家中担任领导角色,掌控家庭的方向和节奏。 这种领导特质使得他们在家庭中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影响力,但也可能会让伴侣感到无所适从。 然而,属虎的女人并不是只有刚强的一面。 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善良和热情,对待家人和朋友都充满了关爱和温暖。 在婚姻中,他们会用自己的善良和热情去感染丈夫,让家庭充满温馨和幸福。 二,属虎男人的婚姻,勇猛与支配的并存。 属虎的男人在爱情中表现得如虎添翼,他们勇猛果敢,知道如何讨得女朋友的欢心。 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十分认真,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。 然而,这种勇猛也让他们在婚姻中表现出一定的支配欲。 属虎的男人在家庭生活中有着极高的自我崇拜倾向,他们喜欢妻子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事。 这种支配欲可能会让妻子感到束缚和压抑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妻子会发现他们的内心其实十分善良和温柔。 属虎的男人在婚姻中会逐渐展现出自己的柔情和细腻,让妻子感受到他们的温暖和关爱。 然而,属虎的男人也需要注意自己的大男人子主义倾向。 他们应该学会尊重妻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权,给予妻子足够的空间和支持。 只有这样,他们的婚姻才能更加和谐美满。 三,属虎人婚姻的相处之道,无论是属虎的女人还是男人,在婚姻中都需要学会相互理解和包容。 属虎的人应该尊重伴侣的个性和意愿,不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对方。 同时,他们也需要学会倾听伴侣的心声,理解伴侣的需求和感受。 在婚姻中,属虎的人还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冲动。 他们应该避免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,伤害伴侣的感情。 相反,他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智,用智慧和勇气去面对婚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 总之,属虎人的婚姻是一场浪漫与决断的交响曲。 他们需要用自己的热情和勇气去创造幸福的婚姻生活,同时也需要学会相互理解和包容,让婚姻更加和谐美满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地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孟子曰,莫知为而为者,天也,莫知智而智者,命也。 你从来没有想过做这件事,但你做了,同时也完成了,这就是天意。 你从来没有想过它会来到你的身边,但它来了,这就是命。 这些让我们难以预料的事,我们称之为天意。 这所谓的天意,到底是什么呢? 真的有一只无形的手,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吗? 其实,这所谓的天意,这所谓的无形的手,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。 在自然规律的运转中,我们有所付出,也尽了自己的本分,那规律和人事就会导致最后的结果。 这种结果,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意。 对于天意,我们不要感觉到玄乎齐旋,也不要觉得它就是无法改变的。 因为所有的定数都蕴含着必然的变数,而我们就可以抓住变数尽全力去扭转困局。 有句话说得很好,自助者,天主之。 老天最喜欢的,就是那些懂得自助的人。 而这几种天意,掌握在你的手上,冥冥中自会度你。 是福还是货,跟我们自己有关。 我们最为重视的,莫过于福获。 任何人都希望趋吉避凶,都希望获取福来。 当然,并非所有人都能看透福获的本质。 为什么老子会说,获福相依? 就是因为老子知道,获与福都不是永恒不变的。 祸患可以转变为福气。 而福气同样也能转变为祸患。 就像日月一般,白昼到来,太阳升起。 夜幕降临,浩月当空。 太阳与月亮,光明和黑暗,福气和祸患, 它们就像是一对双胞胎,相辅相成,且相互转换。 比如说,我们遇到一件难事, 如果我们觉得这件难事对我们有消极的影响, 那我们就一定会被难事所困扰。 反之,如果我们觉得难事更能激发人质潜力, 那我们的结果又会不一样。 关键,不是这件事的本身, 而是当事人的心态和想法。 人这一生并没有绝对的困境, 只有相对的俘获。 到底如何转换,变数在我们的身上? 活得幸不幸福,跟我们自己有关。 在你看来,活得幸福与否, 是跟我们自己有关呢? 还是跟命运有关呢? 其实,命运只会引领我们前见, 而不会管我们过得幸不幸福。 就算是有钱人,也未必过得幸福, 就算是无钱人,也有可能知足常乐。 有一位禅师说过, 有的人居无定所地过着安宁的日子, 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。 安宁的本质跟我们的内心有关。 如果我们的心总是躁动不堪, 那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活得快乐, 总是忧心忡忡, 黄黄而不可终日。 圈中有一位年薪几十万的高级商务人士, 别看他住大房子, 开着豪车, 可他依旧忧愁不堪。 据他所说, 他觉得年薪几十万不好, 要年薪几百万才能幸福。 于是乎, 他永远都愈合南天。 一个人, 倘若让欲望膨胀, 那他无论拥有多少钱都只会活得痛苦。 苦并非是上天赋予我们的, 而是我们自找的。 能否成功标准在我们的心中? 有一个词我们都特别喜欢, 成功。 学生觉得, 要考上清华北大才算成功, 考不上就是失败者。 打工人觉得, 要找到安稳一辈子的岗位才算成功, 不安稳就是失败者。 普通人觉得, 要身家千万, 有钱有势才算成功, 没钱没事, 甚至地位没有别人高, 那就是失败者。 如果按照上面这些标准来活着, 相信每个人都活得特别失败。 但是, 我们又何必为了这些标准而活呢? 虽然说谋事在人, 成事在天, 但是, 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标准, 那我们尽力去奋斗了, 不管结果如何, 我们都是成功者。 比如说一位打工人, 尽全力活好了这一生, 对得起天地良心, 就算他比较清贫, 那他也是成功者。 至少, 他对得起自己了。 命数能走到哪一步, 关键看我们自己。 自然规律, 会影响我们寿命的长短, 会影响我们天赋的高低。 而如何生活, 如何过日子, 如何活好这一生, 关键看我们自己。 有些人生活习惯不好, 为了赚钱而不顾身体, 那他身体不好, 寿命不长, 也是自己造成的。 这, 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因必有果。 有些人懂得劳逸结合, 该工作时就工作, 该休息时就休息, 那他的健康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。 这, 也是他自己劳逸结合的善果。 为什么这世间会存在因果? 一切的因, 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 而果, 则是因发展到最后的必然后果。 懒惰之人, 不会有好果子吃, 而勤奋之人, 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这, 不就是人之选择的结果吗? 所以说, 很多天意都不是绝对的, 关键要看我们怎么选, 怎么看, 怎么做。 一切, 仅此而已。 好了,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才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 完成。 伍你虽猇猇猇猇猇� теп, 是愚离 Dare的。 Gateway天上迺骑, 是ɪ refer啪了。